這個 所以這個就給它叫 List View 不耐用算的 所以這個為後缺 好 點錯了 這個就不能是這個 圓角方角了 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 風格我就不直接 它這個Slack的背景選擇器 我就 不手中調了 我把它還是複製過 還是這個吧 在這個 這時候咱們這次用這個 這裡邊寫的多一點 寫的是三項 還記不記得昨天講的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這三項都代表什麼意思 對 現在這些背景都變成同一個 就是焦點選擇 或者下壓按下 就是把它存起來 然後咧 然後咧 這個背景 這個背景 就不能改向這個 直接用這個背景 這個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這個 關度是直接填滿 高度的話 高度的話 直接讓它自適應 高度的話 然後為了讓它好看一點 把它的這個 拍子也給設一下 直接設成 先設設個實地體 然後這個文本框要設置什麼呢 文本框這些 文字肯定是不用設了 對吧 這個附的左邊 這個應該是默認是在 就是在左邊 這個應該不給它設了 文字顏色是 但是文字顏色是黑色的 黑色的文字顏色不改了 這個是誰知居中 給它弄著 然後據左側有一個間距是不是 間距這個先給它留著吧 然後一會我們好看效果 暫時先留著 這時候咱們這個 牌頭沒有了吧 在這裏改造就行了 就改 然後這個就用不著了吧 直接蓋它就行了 直接蓋它之後 咱們把這個直接在這兒 這兒把它變成蓋就行了 蓋著那個 這個吧 然後佈局 名字叫 名字叫 holder 這個咱應該只有一個吧 這個 改一下名字 好 叫 叫 名字 算了 啊 還在名字 還在名字 很厲害 這讓它TV 叫做內幕 把它刪掉 這個 這個 叫做 TV 這叫做 這個 設置 這個 設置 然後這叫這個 咱们这个像要怎么改 应该直接是 那个什么吧 咱们定好了那个atom 对不对 或许 或许一个atom像 对不对 就是 现在这个list 咱们要暴露出来的 还要去改一下 看一下这个list的话 还是要把这个list 或者是 让我想想怎么做 合适一点 那这边再给它 封一个方法 其实你封的话 你get最好也付一个处置值 倒不是这样 咱们在这里边 自己定一个算 因为你get之后 直接打点操作 也行 也行 两种漏风 具体用的人 想怎么用 咱们看个自己 个人家 就是这样子 然后 现在这样子 咱们在这里边 然后 这个 就是开了它 是不是把这儿固定传统呢 还有强制转换一下 现在挨这么久了吧 这几件就能删了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TV 这几件版本是个 开头场景就可以了吧 那这样吧 我们刚才这边这个 get list的没有保存 它这边就认不到 它要先保存一下 实在是有点不智能 这个adapter基本上完了 咱们又该继续返回去 看这个了吧 然后咱们首先要 把咱们刚才那个adapter 实力化吧 实力化 实力化 然后把这个content content目前还没有吧 应该是传这个就可以 因为它本来就 都是同一个对象嘛 它们两个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直接传这个activity就可以 然后list它就 进去它就直接自动 做转换了 然后呢 该怎么了 adapter有了该干嘛了 对 但是咱们的list还没有实力化是吧 但是咱们的list还没有实力化是吧 那个list叫什么名 lv 来 直接出来 转换一下 可以设置了 diver的是吧 好嘞 怎么办 绑完了又该干什么 嗯 数据员 嗯 数据员 咱们是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 往里面 你菜单有了 选项也有了 内容 内容咱们不是要往里面传吗 对不对 咱们是用 这个bundalist 让我看一下啊 我看这个传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说了还有一个地方 你现在这个itom有啊 数据员一会咱们要做二次封装 itom有了 这个你总得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打命itom实践吧 itom能click实践吧 是吧 sit itom cline 是吧 咱们下面写了有一个这个 直接应该就是它吧 是吧 我看是不是封装 封装了 看混了啊 这个是菜单的打开关闭 不能用这个 咱们也少封装一个 还要再有一个吧 是吧 还要再自己再封一个类 是这个itom的点击类 菜单有点击了 然后在这itom也要有点击 然后menu item 点击吧 继继续 code 计程哪个介绍吧 这个则 信息 可以这样 听到啊 是吗 就是菜单的点击事件就有了吧 但是你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发现了 我这个菜单有点击事件了 没事 咱们先那个什么 为了防止搞迷糊 咱们这个先 先不隐私的问题 咱们先吃完鞋 对吧 这个菜单的点击项也有了吧 对吧 然后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 这个click 点击 看一下还有什么遗漏 它点击之后 要有这个打开关闭吧 点击也要有了 是吧 那么咱们应该是直接掉这个估计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开关这个方法 然后再看一下 刚才那个这个也设定给你们是吧 这个是刚才写多余了吧 应该暂时用不着了 把它在那里删了 现在这几箱都有了 咱们应该可以初步了掉一下 看这个菜单好用吗 好用 然后 因为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菜单 所以说你是不是把它进行一个二次封装比较好啊 对不对 不让它们在每个页里边自己往里边 往里边又又是拗啊 又是ADD 麻烦不麻烦 它自己每次都要拗ADD 麻烦吗 咱们再做一次封装啊 对不对 我点到上面了 是这个 你这菜单跟业务结合了比较紧 又很强烦 那很明显就是放到RTBG Bram的 对吧 那写来 写个什么方法啊 叫什么方法 好一点 叫create create a menu 生成 生成 create create a menu 生成菜单 啊 还是定成这个 计成类就有了 成成 create a menu 到底咱们传什么进来啊 传activity进来吧 因为咱们那个也要activity 还要找空件 或者是先不放这个 咱们直接在这里边先nure一个menu 这个空件我们在这里边首先要事先定义好一个对象 不让别的程序可以 遗留了就行 不让别的这个程序能够防占 那是它吧 然后在这里边 是不是拥有一个出来 这时候这个Activity 因为我这里边 装装的是 缓进来的 咱们在这里边 可以把它 直接应该是 看一个This 对吧 一会试一下 看看会报错 应该是 会报错 我这里边是直接传 另外咱们那个 菜单向数据员怎么来的 你刚才不是问了吗 对吧 要写到哪比较好 你看你看 菜单向的数据配到哪 用数据库 用什么 什么合适一点 什么合适一点 你感觉 对啊 咱们接着可以用咱们这个数组这个资源了吧 也不见了 也不手动敲了 直接把它粘进来 算了 找上咱们这个 这个吧 这里边有好几项菜单自然了 其他先不看 咱们先看 咱们这个主菜单的这个 这个不是有几个菜单自然吗 对吧 应该就是这个吧 子力的manu什么 是主双体的这个菜单 对不对 用这个就可以了 那怎么把它转化出来呢 这个 了解不了解 怎么把你配置自然文件里边的一个 速度给它转化出来 什么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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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呢 跟Source其实差不多一样 所以说 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直接咱们找一下就知道了 对不对 哪个方法比较像 对不对 一看得到这个什么 字符 数组 很明显应该就是这个吧 咱们那个 这个还不能直接得 应该暴露到外边 对不对 这个ID 因为你框架页里边怎么知道他要用什么菜单啊 对不对 应该是谁 谁 对 谁用这个框架页谁传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让它传进来吧 应该是个Intel类型吧 对吧 资源ID IESID 对吧 你要弄什么菜单直接给我传进来 现在 现在咱们这里传的是个类似 但其实是不行了 为什么呢 一会咱们就能够看